超猛科技犬把食物吃得一干二净 现在居然也有业者脑筋冻得快 研发毛小孩专用月饼 把鸡胸肉搅碎取代传统面粉 接着包入鸡蒸花椰菜无盐起司的内馅 这月饼我们主要研究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让狗狗它提升它的试口性 因为毕竟蛮多狗狗它们对面粉会有过敏 再放入烤箱16分钟 香喷喷的鸡肉月饼出炉 纯手工制作每天量产400颗 断断一个月业绩成长三成 是一个礼拜跑了两到三次的受医诊所 那医生就是一直给它吃药一直给它吃药 但是他那时候还幼犬 性疼毛小孩78年次的庄如林 最早用5000元创业 靠着狗友帮忙 现在每个月能卖出将近百万 就将近报废了几万块的 对一两万的那个成品 等于都不能买 客人不认识我们 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太敢买 那我们那时候一个月的营业额 大概只有34千块而已 把新鲜巴勒去子再搭上牛肩夹肉 扎实的用料也让他们登上宠物界 手工零食的前三名 成本大概都占到7成左右 巴勒的话从我们8月初买到现在9月中 大概就成长了4倍 青年级逃家把对毛孩的爱变成伤机 也意外赚进百万好成绩 东森财经新闻 陈和平连任台中报道